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8月9日 星期二 這一節跟各位網友跟進一個奇怪的情況 不知道有沒有老友記的朋友都遇見過 就是有人今天揭發說自己的消費券是被人轉走了 為何會無故被轉走了消費券 即是本來可以拍卡拿錢 結果被人疑似盜用資料拿走了 最新的發展如何都相對重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雙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有關消費券2022的有市民疑似遭到盜用資料 轉了電話號碼來拿錢 直戚登記平台全有漏洞 報導的內文是 政府日前派第二輪電子消費券 不過竟然有市民用作登記的八達通 遲遲未有收到錢 一查之下才發現租人盜用 露斥這個消費券登記和轉會平台充滿漏洞 有市民日前本來想用這個消費券買東西 但是就一直收不到政府的確認短訊 到消費券計劃秘書處查詢才發現 他的2000元消費券已經透過系統發放 職員梅福指 系統顯示市主曾經在上個月 修改登記領取消費券的電話號碼和八達通的號碼 而當局亦已經發放消費券到新登記的八達通卡 市主就批評消費券登記和轉會平台存在極大漏洞 任何人只要持有登記人的身份證副本 在登記平台修改自設的保安問題時 只需要按忘記保安問題 再上載這個身份證副本 就可以登入那個身份證持有人的戶口 並輕鬆更改電話號碼和八達通的資料 輕易拿走款項 市主質疑有人透過平台更改資料的時間 政府是沒有先行發放短訊和驗證碼確認身份 又指發放消費券前兩天已經通知當局他的身份被盜用 但款項仍然遇上發放到不法之徒手上 批評當局處事手法僵化並就事件報案 警方其後表示旺角警署在昨天8月8日接報 只懷疑有人遭到盜用他的個人資料 以另一張八達通領取消費券 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欺詐 由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七隊跟進 暫未有人被捕 這個消息也相對重要 開始有些案例 就是無辜的消費券被人轉到另一張八達通道過訴 根據新聞中的說法事主原來已經察覺到 已告知了在八月七日前 不過去到八月七日當日 對方拿走錢的騙徒一樣可以拍卡拿走錢 加因現在的登記平台 轉會平台 據新聞報道中的所指全有漏洞 只要那個人有你的身份證影印本 就可以去到相關網站 然後就可以忘記密碼 驗證碼等等 然後透過上載身份證副本 拿了那個戶口的登記資料 然後就可以轉數 轉到另一張八達通 或者轉到另一個支付平台 拿完錢就去完黃學 這個是第一宗這麼奇怪的個案 但各位網友不得不妨 加因原來有人潛入了你的戶口 改那個八達通領取資料的時間 原來你的手機是不會收到短訊 不會收到嚴證碼 其實若然任何一個人 拿著一個某個人的身份證副本 就應該都可以改到資料 兼且可以改完之後 直接去另一張八達通領取資 現在這個事主已經去了旺角警署報警 整件事是怎樣的都相對重要 因為整個程序是 他在發放消費券之前 已經知識有一個導用的情況發生了 若是如此既然已經通知了相關方面 為何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還是事件的程序仍有待釐清 我們會持續跟進 各位網友要多加小心 加因8月7號派出第一期2000元 未來第二期10月1號就派了 不過很難保 若然發現了這個漏洞 手持著身份證副本 就能夠更改資料的漏洞一日未改 去到12月1號第二期的2000元 甚至之後的尾數 豈不是容易出現同樣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持續跟進 零變相跟各位網友說說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公屋贏家 無敵海景 超美日落 網民公認 這條屋村全港最美 有些網友就說以為是日本的沖繩 報導的內文是 居住公屋原來都可以這麼美 有網民在社交媒體 分享華富村的公屋美景 除了是一望無際的海景 日落日出的景色更美不勝修 照片隨即在網絡廣傳 網民就帶讚名不虛傳 全香港最美的公屋 亦有人說海景是比貝沙灣 甚至有網友說以為是日本的沖繩 但亦有網民指出雖然日頭風景很美 但舊屋村的走廊晚上真的很恐怖 亦有人說西斜會好 有網民就在星期日8月7日在Facebook群組 香港風景攝影會分享近半年 在南區公屋華富村拍攝的美景照片 照片就在走廊位置拍攝 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景 在夕陽影照之下格外美麗 照片引來大批網民的分享 直指果然名不虛傳 全香港最美的公屋 更加形容是平民海景屋 就說真的住一生都願意 美麗和最重要有人情味 美麗得沒得頂 不過亦有網民指出雖然日頭很美 但太陽西斜就很曬 而且一到晚上就另一個樣子 就說這些舊式的走廊 晚上真的很恐怖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住在華富村 被譽為全港最美的公屋 的確明不虛傳 因為黏著海 礦仔也試過去走廊 加因礦仔很喜歡遊覽 香港各大的公共屋邨 很奇怪 例如彩虹邨很美 想特意去葵葵 我會有這個習慣 希望走進公共屋邨去走廊 覺得挺有趣的 的確因為香港 就著公共屋邨 也有很多話題 還有特別的地方 不如問各位網友 先報回替曠仔 哪些屋邨非常特別 值得去走廊 曠仔有空去遊覽 另邊商也跟各位網友說 這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火爆女生不小心 踩髒了男朋友的身鞋 當街竟然被潑珍珠奶茶 並且出逃 網民就建議他 快點分手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情緒失控對身邊人 確實危險 有個女生日前發貼文 就說拍拖的時間 不小心踩髒了男朋友的身鞋 正打算幫他抹乾淨的時間 那個男朋友已經是生氣得非常之厲害了 把手上的奶茶撥到他的腳上 然後忽袖而去 那個女生又指 男朋友並非第一次這樣當街發火 會切道歉過後 他也會原諒男朋友 不少網民就覺得 這個女生的男朋友除了情緒容易失控 更加是以牙還牙的人 紛紛勸他 快點分手 那個女生在討論區發貼文 指他的男朋友早前透過代購 買了一雙 香港沒有發售的新鞋 打算禮拜六 周末的時間 跟他 約會的時間 可以穿上去拍照 但由於約會當日 是星期六 街上的人 十分擠逼 期間前面的旅途人 突然停下了 女生反應不及 不曾踩到 男朋友的身鞋 男朋友的鞋面 即時有一處明顯的鞋印 以及一些 類似紅色的銀料的痕跡 帶女朋友就說 他真是肉眼 可見腦衝血 整面紅色 又爆青筋 然後他也拿不及那張紙巾 男朋友已經撕開 手上的珍珠奶茶的封蓋 一下就撥到那個女生的腳上 然後一聲不亨地轉身離開 女生指當時和旁觀的途人都客外了 雖然是我踩他 但我又不是故意 他真是太瘋了 而他的褲 都被奶茶濃濕了 他補充 跟男朋友初相識的時間 並非如此 是後來變得那麼瘋 男朋友也不是第一次是這樣的 就說有一次 不小心整跌他手機 他避免我的手機 但每一次男朋友 道歉過後 他都原諒對方 鐵文引來網民的熱烈討論 網民都一面倒建議 樓主 即女生快點分手 認為身體被弄髒的確令人氣憤 但這個男朋友經常情緒失控 還有強烈的報復心 就說 還冷戰 直接分手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什麼 智慧被這位女朋友 加恩他 寫上網就求助 說我男朋友也非常暴躁火爆 說不小心 踩髒了你的鞋子 要不要淋人珍珠奶茶那麼誇張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說不如 你 說不如